美国总统拜登被战争罪起诉 无法用精神错乱抗辩 其不下更都是共犯 从美国以色列种族灭绝加萨 川普被枪击弹起 美国总统拜登又失言了 他在75届北约峰会闭幕典礼 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介绍成俄罗斯的普廷总统 在场人时发简讯给记者安夫 一英国官员说 若拜登因战争罪到国际法庭 能以某种精神障碍为由抗辩 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 参照当年纽伦堡大审 发动战争的希特勒 死了无法这责 但服从希特勒的人 当然不能以服从上级命令而免责 就算拜登真的有某种精神障碍而下令 难道美国军人 美国官员没有一点个人良知与判断力 去阻止81岁老人发动战争吗 把战争罪性赖给一个有某种精神障碍的老人 我看是美国那些战争贩子 自我脱罪的无耻行径吧 首先先看欧洲媒体Politico报道 由于拜登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介绍成普廷总统时 可以听见同处一事的欧洲人倒吸了一口气 其中一位在场人是发简讯给Politico记者 写着安夫 一位英国官员表达个人意见时指出 真是疯了 他说至少关于选举 他们的所有讯息会被关于他健康和能力的报道盖过 这件事正在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这位官员问道 接下将发生什么事情 他是否会在无意间命令武装部队发动袭击 并且让自己最终到了国际法庭 以某种精神障碍为由抗变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安夫 拜登's mistake us bush shocked As allies toward Trump 的原文 What will happen next? The officialist Could he order an armed? Forces strike without meaning to and land himself? In international court pleading Some kind of mental disorder 事实上 以色列对加萨的巴勒斯坦人 进行大规模屠杀 种族灭绝以来 美国不但无视以色列 以联合国设立的学校及医院为攻击目标 还持续提供大量杀人武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他是犹太后意外 一堆美国官员 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将 都多次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事实上 许多欧洲白人国家 除了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学校 大家踏发外 对以色列攻击加萨学校 却是不闻不问 完全的双重标准 连台湾也只报道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的儿童医院 引发国际谴责 这些美国为首的种族灭绝 轴心国Exos of Genocide 其行为 连美国媒体2024年7月10日 华盛顿邮报 As NATO Summit Does it see elephant in a room 都指西方有双重标准 西班牙总理桑杰士 Pedro Sanchez 则在支持乌克兰时 立促西方物对加萨 Gaza 冲突 保持双重标准 桑杰士在北约75年峰会表示 如果告诉人民 我们支持乌克兰 是基于捍卫国际法的立场 那我们也应该对加萨 有同样的支持 重复以上我谈过的部分 就是要说明 西方内部 有人知道美国正在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加萨 从这个角度看 只要没有双重标准都能看出 以色列使用美国武器 大量屠杀巴勒斯坦婴儿 小孩 妇女就是种族灭绝的杀人魔暴性 台湾及许多服从美国价值的种族灭绝 轴心Exos of Genocide 比照纽伦宝大神的标准 应该被救责外 而元凶除了以色列纳坦亚胡外 美国总统拜登不管如何昏溃而支持种族灭绝 显然要拜登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的下属 有重要影响力 并且有罪责 或拜登在做出相关决定时 其神志属于清醒状态 这些都证明拜登无法以Mental Disorder抗辩 甚至英国对于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 也曾提供武器 且没有积极的反对 2024年4月10日 中央广播电台报导 英国外交部长卡麦隆 David Cameron 9日表示 在审查了最新的法律建议后 英国不会阻止英国企业出售武器给以色列 请注意报导又提到 三名前英国资深法官与600多名英国法界人士 共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称这可能使英国成为在加萨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共谋 这个意思就是英国提供武器给以色列 就可能使英国成为在加萨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共谋 而英国政府没有终止这个暴性 那美国当然更不用说了 换句话说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暴性的丧心病狂 并非 some kind of mental disorder 而是包括整体美国的国家暴性 相关人员都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当然是以色列在加萨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共谋 其次川普13日在宾州巴特勒造势会场遭枪手袭击 拜登离落选更进一步 除非民主党临阵换驾 那拜登才不会输 虽然川普也表达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但毕竟下令运送武器 在国际组织 种族灭绝轴性Exos of Genocide集团的都是拜登的美国政府所为 探究美国的种族灭绝轴性Exos of Genocide报信 其实美国民主党素来有种族灭绝价值的传统 我们先看前资深驻美特派记者龚邦华的一段访谈 龚邦华近日接受忠实才之道主持人谢明志访问 他说如果说我们是希望B站的话 或许川普当选会好些 龚邦华分析 首先川普很讨厌战争 他也相当自豪在2016至2020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并未发生战争 就龚邦华看来 如果是拜登当选就很难说 因为他底下负责外交政策的国务卿布林肯 安德尼·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ck Sullivan等人 为了守护民主价值 会选择跟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抗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才会发生俄乌战争 相对来说 川普就不是那么意识形态的人 本文从民主党固有的意识形态 种族灭绝轴心价值来看 民主党的总统杜鲁们 在明知不必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在长崎广岛 以核污种族灭绝日本人几十万人 民主党的总统甘乃迪 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 民主党的总统詹森将战争扩大 美国在越南用化学武器成绩 制造许多基因突变的身障儿 当然都是战争犯罪 现在民主党的总统拜登且不说俄乌战争 负责外交政策的国务卿布林肯 安泽尼·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等人为了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 布林肯强调自己的犹太裔血统 又毫不避讳地强烈支持 以色列种族灭绝 这样的守护种族灭绝价值 而支持以色列屠杀加萨妇女与小孩 当然应该下台 之后也必须就责 换言之 川普被枪击 如果最后变成其推翻民主党种族灭绝轴心 继续统治的契机 那就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意义 但如果川普上任后 或是非拜登的继任者 继续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暴性 那美国整体 必须为以色列种族灭绝加萨暴性负责 就是更毋庸置疑了 Black Jacker 2024年7月14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